好那么日本首相菅义伟呢 他是已经抵达了美国了 此行目的呢就是要来和总统拜登会晤 那么这一次来到美国呢 菅义伟也成为了拜登入主白宫之后 第一名迎接的外国领袖 美日呢预计明天就要举行这个双边的会谈 双方将会讨论大陆和台海局势 并且呢要发表联合声明 美方官员就表示说呢 期盼台海和平稳定并且维持现状 声明也将会触及台海议题 另外有不具名的美方高阶官员就透露说 菅义伟呢预计明天一大早 会先和这个副总统贺锦丽 在贺锦丽的官邸会晤呢 之后转往白宫就要和拜登举行这个双边会谈了 那么除了前面刚刚提到的 会讨论这个大陆还有台海局势之外呢 他们也将会针对这个科技啦 还有健康气候变迁 以及这个北韩非核化等等的议题 进行一个广泛还有深入的讨论 那么这一名美国官员也强调说呢 不论美国或是日本 都不愿意升高紧张关系 或是来挑衅大陆 美国也了解说呢 这个日本跟大陆之间 有深厚的经济跟商业联系 对于菅义伟呢 希望采取一个谨慎路线 美方对此呢也表示尊重 不过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报导说呢 美国正在敦促日方发布联合声明 要公开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立场 报导里头也指出呢 拜登的策略是召集盟友 共同来对抗北京 菅义伟呢也将在会谈当中 强调这个美日结盟的重要性 另外有四名的知情人士就透露说呢 美国希望可以在会后 美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呢 提到台湾 另外白宫也在今天宣布了 将邀请南韩总统文在寅 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呢 访问白宫 也是继这个日本首相菅义伟之后呢 第二位访问美国的外国领袖 可见这个拜登政府呢 对美日还有美韩同盟的这个重视 还有亚洲安全的关注 白宫发言人沙琪就透露说呢 这场会谈将凸显出 坚定的美韩同盟关系 还有这个美韩两国人民之间 长期的联系和友谊 沙琪也强调说呢 北韩非核化将会成为 这次会谈的焦点 先来听一下沙琪的最新说法 其实可以感觉的很明显呢 在拜登上任之后呢 他很积极地跟日本跟南韩 这两国来接触 上任以来呢 头两场外国领袖面对面的会议 就分别邀请了 像是今天菅义伟抵达了美国 接下来五月下旬呢 是文在寅 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还有这个国防部长奥斯丁呢 首度出访的行程呢 也是选定了日本的东京 跟南韩首尔来举行 这个二加二的高阶会谈 那么这些呢 都显示出了美国对日韩同盟的重视 还有亚洲安全的关切 美国的外交动作平平 那大陆这一边呢 北京宣布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要和法国还有德国一起参加 线上的一场欧洲气象峰会 而且强调说呢 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亲自邀请的 在这一场中法德气象峰会的 这个举办的时间点呢 就在今天四月十六号 但大家还记得吗 其实美国是已经派出了气象特使 John Kerry凯瑞 他现在正在上海访问 那这也是美国新政府上任之后呢 首度有拜登政府的官员访问大陆 预计是要针对这个气候议题来进行讨论 也会为拜登在四月二十二号 二十三号要举办的一场 气象视讯峰会来做准备 不过这一次凯瑞访问上海的行程呢 到目前为止都是闭门进行 而且呢预计不会和习近平来会面 虽然呢 拜登之前已经透露说 美方已经有邀请习近平来出席 这一场美国举办的气象视讯峰会了 不过大陆方面呢 至今都尚未证实习近平是否会出席 下个礼拜的这一场峰会 那么到时候他会不会透过视讯来露面 跟拜登另类同框呢 也成了全球的关注焦点 Altyazı M.K. Altyazı M.K.